真的是我们的典范 他是我们大爱电视新闻论旅文会的主委 每一次在开会的时候 对我们都是音音教会 我们提出很多的问题 他都也会尽力的来协助跟解答 郑老师讨历满天下 觉得他留给我们最大的典范就是 他一直很重视历史 所以即使他在退休 还着手编转这个百年风华 百年风云 百年大师 他就是希望为我们这个人世间 能够留下典范 特别是在我们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典范 这种留历史 因为新闻是明日的历史 但是他以为新闻人 希望能够为台湾留下这么珍贵的历史 我觉得是他带给我们最大的礼物 新闻学大师郑正明教授公记 今天举行 郑教授是资深传播学者 著作等生 培育无数国内传播人才 更被十多所学校聘为讲座教授 堪称台湾当代新闻传播教育元老 75岁高龄退休后 更策划筹备百年系列专书 为台湾写下历史 也希望为年轻人指引方向 一日不做一日不习 大灵 大灵